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婷婷腾前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听到过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部分人会说在加拿大养老就是养老的天堂 而另外一部分人会说在加拿大养老也不过如此 那在加拿大养老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加拿大养老你到底可以拿到多少钱呢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会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在加拿大的公共养老项目 以及每个项目在退休之后你都可以拿到多少钱 其实养老金是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的 因为它会根据通货膨胀的数值呢来逐年增长 所以今天的数据呢是根据2021年8月20日的数据来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那有的小伙伴看了加拿大养老的这个标题可能会说 我还太年轻我现在不需要考虑养老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需要看这个视频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来看这期视频的 特别是如果你想提前退休的话 你现在做的计划以及你的决定将会影响到你将来的提前退休 所以尽早的了解你退休之后的收入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加拿大的公共养老计划呢主要是包括了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它叫做CPP Canada Pension Plan Canada Pension Plan呢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缴纳一定比例的退休金 然后在你退休的时候呢你就会拿到一部分的退休金 那第二个呢叫OAS Old Age Security 这部分呢是对老年人的一部分补助 第三个部分呢叫做GAS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低收入的老人 如果你的收入足够低的话呢 政府会给你一部分额外的低收入老人的补助 这三个项目虽然是三个不同的独立项目 但其实这三个项目之间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你的CPP你的公共退休金拿到多的话 那么你的GAS可能就会拿得少甚至是拿不到 那下面呢就会给大家具体讲一下这三个项目 他们具体可以拿到多少钱以及他们的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CPP Canada Pension Plan CPP呢它最早是起始于1965年 在1965年之前是没有CPP的这个项目的 它最早建立CPP项目的这个部分呢 是希望你退休金CPP的这个部分 可以达到你退休前收入的25% 所以单纯的CPP的这个部分 并不能完全的满足你退休之后所有的花费 因为它只能满足你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那CPP和加拿大其他所有的项目一样 它都有一个上限值 并不是说你想缴纳多少CPP都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的收入是每年100万的话 政府是不想在你退休之后 还给你每年25万的退休金的 它只会给你一个最低的保障 所以它设了一个上限值 那这个上限值呢它叫做YMPE 它的全称呢是Maximum Pensionable Earnings 就是你收入中最多有多少收入 是可以按比例去缴纳这个CPP的 我为什么说它是按比例来缴纳 因为并不是你赚的每一块钱 你就需要缴纳一块钱的CPP 并不是这样的 它是有个比例的 那以2021年的数据来看 如果你是雇员的话 就是说你为一个公司工作 那CPP所缴纳的比例呢是5.45% 但是公司呢也需要同样缴纳相同的比例 也是5.45% 所以加起来呢就是10.9% 但是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 你就需要交你自己的部分和公司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 你就需要一共缴纳10.9%的CPP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现在CPP的比例 个人部分和公司的部分都是5.45%了 而我以前的视频讲过的比例没有这么高 那原因是因为CPP的比例是政府每年都往上调的 那打个比方说 2018年的时候 CPP公司和雇员的部分都只有4.95% 而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变成了5.1% 到了2020年的时候已经涨到了5.25% 到了2021年的时候 现在已经涨到了5.45% 给大家稍微讲了一下 CPP每年所缴纳的比例 是逐年增加的这个用意呢 是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开公司的话 你是要做个决定 你是想每年交逐渐增加的CPP呢 还是想把这部分钱来自己投资 来自己掌控自己的养老金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们在说一种理论 就是加拿大的养老基金的缺口越来越大 而几十年之后 当我们退休的时候 加拿大还会不会有足够的养老基金 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是对或者是错 这个是让你自己去判定 所以你自己要决定 你是想要将来老的时候去拿CPP呢 还是想把这部分钱 现在就拿来自己投资 当然如果你是公司雇员的话 你是没有这个选择的 这种选择只在于 如果你是自己开公司 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这种情况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给自己的工资 是以salary工资的形式来发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要缴纳CPP 但是如果你给自己的钱是以dividend红利的这种形式的话 你就不需要缴纳CPP 所以你自己需要这个决定 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的一项一项的讲一下CPP 那什么是CPP呢 CPP呢就是当你退休之后 你每个月可以拿到一部分的退休金 那这个退休金呢 是从你退休之后就可以拿的 一直可以拿到你死亡的那天为止 那这个退休金呢它是需要缴税的 所以它是taxable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加拿大人或者是加拿大居民 都可以拿到CPP呢 不是这样的 CPP呢它是有自己的符合标准的 那首先呢 你最早可以领取CPP的年龄呢 是60岁 第二呢 就是你必须在加拿大工作过 缴纳过CPP的这个金额 这样在你退休之后 你才可以领取到CPP 那这里有一个特殊例外 有一种人 他从来没有工作过 但是也有可能可以领取到CPP 就是如果你和你的配偶离婚或者分居了 但是你拿到了一部分你的配偶的CPP的这个金额 这样的话 在你退休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领取到一部分CPP的 之前我们提到过YMPE 就是CPP你可以缴纳的最大的你的工资的标准 2021年YMPE的数据呢 是61600块 也就是说61600块 就是你工资之中 你所能缴纳的CPP的最大的标准了 但是并不是说 你需要缴纳61600块这么多 它是按一个比例来缴纳的 那这里有两点大家需要知道 首先就是你收入的第一个 3500块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CPP的 也就是说 假如你的收入是61600块 那其中的3500块是需要减去的 你所要缴纳的部分是61600块 减去3500块 等于58100块 第二点我们之前讲过的 CPP呢 是按照你收入的百分比来交的 2021年的数据呢 是5.45% 所以你要用58100块 乘以5.45% 就等于3166块 4毛5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雇员的话 你自己需要缴纳3166块 你的雇主也需要缴纳3166块 那如果你是自雇人士呢 你就需要既缴纳个人的部分 也需要缴纳雇主的部分 那你就需要缴纳6332块 好呢 CPP你最多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钱 那根据2021年的数据呢 最多你每月可以拿到 1203块7毛5 就是说每年你可以拿到14445块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满CPP的 加拿大Service Canada网站上的数据呢 上面显示平均来看 加拿大每个人退休之后 可以拿到CPP的数值呢 是619块7毛5每个月 也就是说7,437块每年 退休之后每个月 你到底可以拿到多少CPP的金额呢 它是由三点决定的 那第一点呢就是你工作的时候 你的工资标准是多少 你是不是每年都有交满额的CPP 比如说2021年的数据 你的工资需要超过61600块之上 你才可以缴纳满额的CPP 如果你2021年的收入少于61600块的话 那你是缴不满CPP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看你到底工作了多少年 比如说很多移民 它都是中年以后移民到加拿大的 这种情况下呢 它是拿不满CPP的 因为CPP如果你想拿到满额的话 你需要在加拿大至少工作39年 而且每年都需要缴纳满额最高值的CPP的缴纳标准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决定领取CPP的年龄 比如说你想提前领取的话 60岁就可以开始领取 那如果你决定60岁就开始领取CPP的话 那你是拿不到满额的CPP的 那刚刚我有说过如果你想领取满额的CPP的话 你需要在加拿大工作了至少有39年 那有没有例外的情况是有的 有两种情况是可以例外的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是因为生孩子 你的工资较低的话 那这些年份呢是可以扣去的 那我之前是有做过一些视频具体讲这个的 如果你是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过的那些视频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是因为disability 就是有残疾的状况导致你不能工作 那这些年份呢也可以从这个39年中减去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取CPP 那正常来说呢CPP的领取年纪是65岁 但是加拿大政府是允许你提早或者是推迟领取CPP的 你最早可以领取CPP的年纪呢是60岁 最晚呢是70岁 那如果你想提前领取CPP呢 它是有一定的惩罚力度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提前领取的话 你领取的标准会比你65岁领取的金额要少 同时呢如果你延后领取CPP的话 那你领取的金额呢会比你65岁领取的金额要多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那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你65岁之前领取CPP 那你每提早一个月去领取呢 你所拿到的金额会比你65岁拿到的金额减少0.6% 也就是说每年它的金额会减少7.2% 如果你打算在60岁就领取你的CPP 那你的金额会减少一共36% 也就是说每年的7.2%乘以5等于一个36% 那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CPP你在65岁可以拿到的金额是1000块 那这里选择1000块的这个数字呢 完全是因为计算起来比较容易 那正常来说65岁你可以拿到1000块 如果你在60岁领取的话 你就需要减去一个36% 你就只能拿到每个月640块的CPP的金额 那是不是说你就只能在60岁65岁和70岁这三个时间来领取你的CPP呢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这期间的任何一年决定领取你的CPP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在62岁的时候去领取你的CPP 那这种情况呢 你的CPP的金额就会减少21.6% 原因是每年减少的7.2%乘以3就是21.6% 所以如果你想在62岁的时候领取你的CPP呢 我们还是用上面的1000块每月作为例子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会拿到每个月784块的这个CPP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谈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延迟领取你的CPP 也就是说在65岁的时候 你没有去领取你的CPP 比如说你在67岁或者70岁 你才开始领取你的CPP 那这种情况下呢 每推迟一个月 你会多拿到0.7%的CPP 也就是说每推迟一年 你可以多拿到8.4%的CPP 好我们还是用1000块的这个数字来作为例子 那假设你70岁才开始领取你的CPP呢 那你一共可以多拿到42%的CPP 也就是说8.4%乘以5等于42% 所以相对于65岁你可以拿到1000块每月的CPP呢 你可以拿到1420块的CPP 你可以拿到1420块的CPP 同样你也可以在65岁到70岁这段时间的任何期间去决定领取你的CPP 比如说你想67岁去领取 那么你就会拿到两年的延迟的这个福利 也就是说你会多拿到16.8%的这个CPP 所以相对于1000块你可以拿到1168块每月的CPP 好接下来一点我们讲一下如何去申请 因为CPP它并不是政府自动给你的 如果你想领取你的CPP呢 你是需要去申请的 如果你不申请的话 政府会假设你想继续延迟下去 那CPP的申请方法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呢你是可以网上申请的 你可以登录你的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就是你的My Service Canada网上的账户去申请 那这种申请方法呢是我推荐大家去申请的 因为这种方法它的申请时间周期是最短的 它最快只要7到14天就可以通过申请 那其他的两种申请方法呢 它的申请周期是比较长的 一种是你可以把你的申请材料邮寄给Service Canada 那第二种呢你可以去Service Canada 它的办公地点去申请 那这两种申请方法它的申请周期是非常长的 网上给出的时间呢是120天的申请周期 那有些老人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 或者是子女不在身边 或者是忘记申请 在65岁的时候没有去申请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其实Service Canada呢 它是允许老人在过了65岁生日之后的 12个月之内去申请的 申请期呢可以回溯到65岁 所以如果你是想65岁拿到CPP的话 却忘记申请的话 那么只需要在接下来的12个月之内去申请就可以了 其实更保险一点应该是说11个月 因为审批时间也需要一个月 好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在65岁的时候申请了CPP 但是你反悔了 你突然想延迟申请CPP 那怎么办呢 那Service Canada它是允许你在申请之后的12个月之内 去取消这个CPP的还是跟之前一样 因为申请期呢有一个月 所以保险起见建议大家把这个时期看成11个月 而不是12个月 当然如果你想取消的话 那你之前拿到的这些CPP的部分 你是需要重新还给政府的 好CPP Canada Pension Plan 加拿大的养老退休金的部分呢 我们就讲完了 内容确实是有点多 希望大家现在还有再继续听 下面呢我们就来讲OAS Old Age Security的这个部分 首先我们还是讲一下OAS Old Age Security 老人金的这个小背景哈 最开始的时候呢 加拿大有OAS是在1952年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 OAS老人金的这个部分 是只有老人在达到年龄70岁以后才可以领取的 那现在呢是65岁 这个老人金的部分呢 是加拿大政府发给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老人的 那符合条件的部分呢 等一下我们会具体讲 那符合条件的老人们呢 是可以从65岁就开始拿这个老人金 一直拿到去世为止 老人金和CPP不同 它不需要你工作过 只要你在加拿大住满一定的年限 你就可以拿到 这部分的收入呢 它也是需要缴税的 好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OAS Old Age Security老人金 它的符合标准 那它是分两种情况的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老人在加拿大境内居住 那这种情况呢 它需要符合三个标准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老人的年龄需要在65岁之上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老人在加拿大有合法身份 或者是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第三个申请条件呢 就是老人在18岁之后 在加拿大的居住年限超过10年以上 符合以上的三个标准 老人就可以拿到一部分到满额的老人金 那老人金具体可以拿到多少 等一下会与大家具体计算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种情况 就是老人本身不住在加拿大 而是住在海外 比如说有一些中国的老人 他会选择回国去安度晚年 那这种情况下呢 它也是要符合三个条件 其中的两个条件和之前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老人需要超过65岁 他或者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加拿大的合法居民 第三个条件 居住年限的部分和之前的那种情况有所不同 他要求老人在18岁之后 在加拿大的居住年限要超过20年以上才可以 好呢 老人金的年限这个问题有没有特例 是有的 它有两种特殊的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你在海外工作 但是你却是在为加拿大的政府 或者是加拿大的军队 或者是加拿大的企业去工作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在海外工作的时间 有可能会被算作你的居住年限 但是这种情况你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你在海外的这份工作结束之后呢 你需要在六个月之内就返回加拿大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即使你在海外工作 你还是需要满足加拿大的居民这个条件 这种情况呢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Service Canada也可能管你要更多的文件 以及相关证明 所以申请之前建议你们去咨询一下Service Canada 满足它的一切条件之后再去申请 第二个特例呢 就是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 是和加拿大有这种合约的 就是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 那如果你是在这些国家居住过的话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欧洲的很多国家的话 那你在这些国家的居住年限呢 虽然不能算作你的居住年限 但是却可以让你满足去申请OAS的条件 那这么说挺绕的 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懂 我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比如说你在加拿大居住了8年 但是你在美国居住了2年 那如果你又是在加拿大境内居住的话 这样加拿大的8年加上美国的2年 你就满足了OAS的最低申请标准 就是在加拿大最少要居住10年的这个标准 所以如果你想申请的话 你是可以去申请他这个OAS的 但问题是你在美国的两年呢 是不算在你在加拿大的居住年限的 所以你只能拿到8年的OAS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加拿大拿到满额的OAS 需要居住40年 而你只居住了8年 所以你只能拿到满额的1 5分之1的OAS 所以在美国居住的两年呢 它只能使你符合这个申请条件 但并不能算作你在加拿大的真正居住年限来算 那加拿大退休的老人最多可以拿到多少的OAS 如果你的居住年限居住满了40年的话 最多你可以拿到每月626块4毛9加币的OAS 那如果你的居住年限没有居住满40年的话 你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OAS 比如说你在加拿大只有居住了20年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满额一半的OAS 它的计算方法呢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用你在加拿大居住的年限 除以40年 你就可以算出你可以拿到满额的百分比 那老人金呢 它是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 这个金额也会增加的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 在2022年 也就是明年7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的年纪超过75岁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10%的增长 那这个10%老人金的增长呢 会是自动加在你的老人金上 你不需要去申请 在你拿到老人金的时候 你就会自动看到这个10%的增长部分 那是不是说 如果你在加拿大居住满40年 然后也符合它的申请标准 你就是可以拿到OAS呢 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就是 如果你的收入过高了 那么你是拿不到OAS的 具体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的收入在12万9以上 那么你是拿不到任何的OAS的 如果你的收入在79,845以上 那么你每多一块钱的收入呢 你的OAS就会被自动扣除15分 那这个收入呢 是根据你上一年报税的收入 比如说你准备2022年去拿这个OAS 那么这个收入呢 就是看你2021年的报税的收入 通常来说 OAS老人金是65岁后的第一个月 就开始领取的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 你也是可以推迟的 最多是可以推迟到70岁 那么如果你每推迟一个月呢 你可以多拿0.6%的老人金 也就是说每推迟一年的话 你可以多拿7.2%的老人金 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想推迟拿OAS老人金的话 你必须是要主动的通知Service Canada 如果你没有通知Service Canada的话呢 它是不会帮你去推迟的 和CPP不同 CPP你是需要主动去申请 而OAS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它会自动批准你的OAS 在你过完65岁生日的第一个月 会主动的去发给你 正常情况下 大多数的老人Service Canada 都会自动帮你注册这个OAS 然后把钱发给你 但是也有特例的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Service Canada 没有你的具体信息 由于某种原因 它的信息不全 所以它会发一封信给你 告诉你你需要去申请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它发信通知你 你将收到OAS的时候 上面的信息不正确 比如说生日不正确 或者是名字不正确 我之前就有一个认识的人 他的生日是错误的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你没有收到Service Canada 给你的这个通知信 正常来说是在你64岁生日之后的一个月 你就会收到这封信通知你 65岁的时候你可以拿到OAS 但是如果你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话 建议你去主动联系Service Canada 好那如果你需要申请OAS老人金 你该去如何申请 那么跟申请CPP一样 还是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在Service Canada 它的网上账户去申请 那这种方法是我推荐大家的方法 因为它的申请周期会比较短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把你的申请材料去邮寄给Service Canada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还是你去Service Canada的办公室 去那里申请 当然你去Service Canada的办公室的时候 然后你还是要带上你的申请材料和表格 好那OAS老人金的部分 我们也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GAS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就是对低收入老人的这些补助 那低收入老人补贴和津贴的这部分呢 分为五种情况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种情况 就是独身的老人 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是单身老人或者是离异 或者是上偶的老人 单身老人如果想拿到GAS呢 他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老人已经有在拿OAS老人金了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老人的年收入必须要低于18984 那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金额呢 是不包括OAS老人金和GAS本身的 是其他的收入 如果满足上面的这些条件呢 这位老人最多是可以拿到935块7毛2的GAS 就是低收入老人的补助 这个补助呢 是当你的收入越高 你所能拿到的GAS的补助就越低 当你的收入超过了18984的话 你就拿不到任何的GAS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种情况 就是两位老人都有在拿OAS和GAS的这种情况 首先呢 你的家庭收入是要低于25104块的 最多的情况下 每位老人可以拿到563块2毛7的GAS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两位老人中 只有一位老人在拿OAS 这种情况下 这两位老人 他的家庭年收入 最多是不可以超过45504块加币每年的 这位已经在领取OAS的老人呢 他最多可以拿到935块7毛2的GAS补助 那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其中一位老人是在拿满额的OAS和GAS 而另外一位老人 就是这位老人的配偶的年纪 在60到64岁之间 这种情况下 配偶是有一部分的津贴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的一位老人是拿满额的GAS的 也就是说这位老人可以拿到 每月563块2毛7的GAS 这满足了这个条件之后呢 这两位老人的家庭收入 需要低于35136块 然后在加拿大至少居住了10年以上 那满足了上述的条件呢 这位60到64岁的老人 他所拿到的津贴 最多可以拿到1189块7毛6 当然和前面一样 随着家庭收入的升高 这个津贴的金额呢 就会降低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种情况 就是上偶的老人津贴 那上偶的这位老人呢 首先他的年龄 需要在60到64岁之间 这位老人的个人收入呢 需要低于25560块 这位老人呢 也需要至少在加拿大 居住了10年以上 满足了上述的条件呢 这位老人最多可以拿到 1418块2毛5的补贴 加拿大的公共退休福利 我们就讲完了 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大家对加拿大退休多少有一些了解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赛期再见 拜拜